然后是星期六 然后是上午打扫卫生 下午是讨论学习 然后是下午五点就下班 星期日休息一天 我们每星期日都放假的 昨天礼拜一 礼拜一昨天去去里面人家领导要来 我们又去那个星站 去星站里面 我们站好队穿好工作服 穿好背心马甲吧 反光背心 然后迎接领导到来 早晨去那先打扫卫生啊 什么的领导给我们安排岗位 临时岗位 就是说每个电脑前要做一个女的 然后是我们大厅啊 当然需要站一些人 然后就要服务 然后就要服务 然后是领导来 也就是大概十点左右 来这看了一下 待个十分钟 后来走了 这应该是市长来了 我们这里的市长过来看一下 然后集团领导也来 来了之后 大概就是说我们这里的领导 大概跟他介绍一下什么情况 什么时候开业 多少人员 然后是哪些服务 比如二卖二手车呀 什么的 哪些服务 跟领导汇报一下 汇报完之后领导也走之后 后来 我们就去那儿 星站也有新设备 我们就去那儿练车 练习车辆 嗯 拿自己的车链 嗯 肯定要损耗自己的油嘛 然后是我们大概有三辆车 四辆车 然后是外检 然后停到这儿 然后检查检查检查 开了两辆车过去 一辆五零 嗯 五零车 大概就是 那个我也不懂 还有一个是奇瑞的车 你自动打 还那么早 我们也跟着去学习嘛 跟着去学习 检测完之后 就到中午十二点多了 然后自己做饭吧 可能 我看里面要领导做饭 我们就吃了 下个面条吃 也幸好这一次油碗 我们本来带着碗的 上一次没 没碗没筷子 这一次有碗有筷子 我们就在这吃 在这吃完之后 直接就去上手练习 然后是朋友嘛 没开过手动挡的车 他一直开自动挡的车 后来我把车借给他 然后让他开着我的车练一下 然后是那个开 他的自动挡我也没开过 后来我也去那儿学了学 他感觉还蛮好去开的 就是自动挡 开手动挡需要多一个离合 这个需要多 需要学的可能用点心 你要是开手动挡搞成自动挡 这个其实开一两回就大概摸清楚了 下午呢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下午去那儿安检缓解 外检减着我之后 然后开始车到那个安检安检那边走一下流程 大概跟我老站不一样啊 新站的流程就是说我们这车呀 第六年需要减 比如你这个车新车买完之后下完牌之后 然后第六年需要上线减一次车 变了新规是第八年是免减 你在手机上下来那个1212312然后那个车管的那个APP 然后你就可以申请免减免减就不用上线了 第六年需要上线这个就是然后到第十年申请那个片之后不用上线 就是说你把车手机上一申请就可以了 第十年然后再过来上线第六年和第十年过来 然后有些车是第六年在国外肯定是新车无所谓吧 应该不会上线的六年啊不管几年都可以的 我们这你假如你不上线不环保就枪支报位了 三次机会假如你过了三次三个周期 比如说第六年你的新车第六年没有减 第十年没有年第十一年又没有减 好第十二年你就不要开了 报废车办号都没了 人家车管手只给你注注销了 所以我们这是所以出来的一个检车站就是服务这些人员 上一次碰到一辆车就是三次三个检验周期没有去减 然后是第一个检验周期没去第二个检验周期也没去 就第三个检验周期的最后一天去那检了 人家侧主就说今天假如没有检把这个检测完 属于这样车就报废了 所以那一天他很紧张的 我们这也很加紧努力给他检验过去 假如那天设备出问题啊 或者是车辆出问题 假如又检不过去的话报废了 报废了就不要开了 在国外可能在国外肯定没有这一说的 我们中国就是这样 中国特产有可能是为了促进就业吧 中国检车站有好多家一个室内 今天听领导说原先14年的时候才9家 12年或到14年才9家 现在有20多家了 所以说中国的车辆大量爆发 然后导致车检车站也大量支撑出来 然后每个检车站大概有30人吧 一个检车站30人 那10个就是300人 也能促进千个人千个人就业 然后是每个检车站外面还有修车呀 什么的这也能促进就业 你没有这个检车站的话 大多数人也都失业 像我这么年轻的帅的完蛋 也就完了 检车站都说对车车量不好 这是真的 昨天我试了一下我的车 我们这儿新站的它是跟老男不一样 我们这儿新站是先检测灯光 然后再检测 测滑 测滑过完之后再检测 称重称重过完之后再检一轴二轴 是这样流程 这是安检 这是安全检查 灯光是检测你的亮度 15000到10万 然后是测滑 比如那个双排单排 是要 再有一个 两块铁板是开过去之后 他你你那个前轮后轮 是都不能上个铁板的 就是检测你的刹车系统 他有没有管用 看防滑 看看看看会不会你溜 比如说 比如你要是踩了咋了之后 他还是往前溜 那就是不过的 再往前是称重 然后看看你有没有改装车质量的 看重量匹配物匹配均衡不均衡 过去再往前开 呃就是那个一轴二轴 一轴二轴检测的就是前轮是一轴后面是二轴 还有驻车系统 一轴检测的是也是点叉车看有没有 然后看你这个刹车管不管用能控制住前轮不能 你一踩的话他就停了嘛 呃 踩一下点一下就行了 然后在一轴过了之后再过二轴二轴也是轻踩一下 然后看他会不会刹车有没有这个刹车信号给那个电脑 刹车这个一轴二轴走完之后看车上有没有手刹 如果有手刹的话你再点你再整一下驻车 一拉手刹他也会停的 这样安检过了之后再过缓检 开着这个车出去之后看最后看那个整车过了没整车过的话 那就过了假如整车要是没过还得再走 然后是就到缓检缓检这个是最坏 最坏车的一个步骤你把这需要也是有一个滚筒啊 两个滚筒然后你把车开到这个滚筒的中间 呃哪个驱动轮 比如你的是前驱你就上前驱你的是后驱你后驱就上这个滚筒 哪个假如四驱四驱是不用的 你把车开上这个滚筒 你把车开上这个滚筒之后 呃比如我的是后驱我的车就 就后轮上上这个滚筒就行了 然后是在呃看似几几年的车 11年7月份的车之前的车是不用这个OBD的 呃之后的车是需要上的呃 呃转速分析仪 11年之前的之后的是需要呃一个像平平像像那个电脑一样平板电脑一样 那个OBD 插上这个电这个这个驱驶室的下面那个 呃插孔里12插孔里 插进去之后 其实下面也就四根线连的那个那个12插孔 插完之后 呃需要去一个大屏幕的电脑上搜出这个车的呃 平板电脑上也要把这个车号输进去啊什么的 也要找对 然后在那个大大的屏幕上也要把他给联网 这个机器要需要打着火的车车辆是需要打着火的 然后用那个跟他是联网 联到网之后 呃就收收到这个车号了 然后他们俩就电脑 然后那个平板的可能那个呃台式电脑就就联网成功 成功之后然后就开始按照电脑一步一步提示 主要回车就是开始开始加油门挂档 比如我的手手手动车就是需要挂档 比如人家有一个曲线图啊 比如一档加速到15公里 然后是保保持一段时间 然后是下降减速 然后是怠速 呃 然后是过再过呃几秒 然后就开始上一档 往前冲 然后再到二档 再往前上冲 然后是在慢慢保持住 然后是在减速 然后再回到空档上 也就是再怠速 这是第二项 就第三项 就这两项已经轰油门轰的很高了啊 转速也转的非常高 然后再继续一档二档三档 跑到五十门左右 再保持一段时间 然后再慢慢下降 下降之后再保持一段时间 再往前走 下降之后就就是减速减速之后再维持一段时间 然后是在下降减速 到怠速游客了 这两这个步骤 挂档啊 一档二档三档 这是很非常会车的 在平常路面根本用不到这么高的转速 你能听到后面的车呀 呜呜呜呜 在车里面都能听到那个声音 很 非常的 发动机在里面 非常 的 暴力吧 有时候人家说有的车还会爆缸呢 你想想这个动力有多大 所以我那时候刚开始我们新元工都不敢用力彩的 所以啊 所以今天还是去那边学 然后是本来后后去的车学了 然后是前驱啊 还有好多车型都没见过 所以我我们今天也要继续夯实 然后昨天领导也说了 我们没有时间了 那边召集开业 4月49号就要开业 这边是没时间了 如果国外有需要检测的站 需要需要需要这样检测的话 估计会被砸掉的啊 好了